哈囉大家好 我是子豐 之前在破案活動預告中 我就有提過 因為子豐出國 所以週報暫停一週 以此今天要來和大家聊一下 是即將在下個月初就登場的 MLB選秀 主要和大家聊的是 這次的選秀會中 重要的首輪前段熱門人選 並且分享一下他們的九團報告 讓大家可以更認識這些未來的潛力新秀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還沒看過先前些影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現在觀看了你 也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幫我求資訊 和求人故事喔 在開始聊熱門的首輪選之前 先讓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次的選秀重要資訊 首先這次選秀 將會是在美國時間 7月9號到7月11號巨星 第一天會進行前兩輪的選秀 第二天只是進行 第三到第九輪選秀 最後一天就是把剩下的選秀 一路選到第25輪選完為止 在選秀順位的部分 除了今年是首次實施選秀順位抽籤制度 剩下主要就是 自由市場的簽約制度 調籤 獲得補償籤 以及收入交叉球隊會有 CBA CBB 等補償機制 這個我之前在休賽期的時候 有做過影片詳細介紹 如果想要進一步熟悉的朋友 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喔 這邊順位我就貼到前兩輪就好了 後面的輪次基本上除了自由市場補償機制的小差別 大部分之上就是跟去年戰績一致 另外大利貿選秀有一個簽約金的制度 簡單來講就是 大家常聽到前十輪都有一個peak value 或是俗稱的slot 就是每一個順位的參考簽約金 而每一對前十輪的slot 相較起來就是這次選秀的bonus pool 至於十輪之後的順位 就是有125000美元的額度 如果該順位超過這個簽約金的額度呢 那就是必須要使用的bonus pool 那前面提到slot就是參考價 因此各隊可以自由分配你的bonus pool 在每一輪要怎麼使用 但事實上如果你超過bonus pool 稅額5%以內 都是只需要付超出金額的75%作為稅金 但是如果你超過5% 就不是只要繳稅金 來年的選秀還被取消一輪的選秀簽喔 說了這麼多 接下來讓我們廢話不多說 進入今天的主題來認識一下 這次首輪熱門選秀人選 首先第一位要介紹這次狀元大熱門 來自路易三大洲立大學的Dalen Cruz 當年高中畢業就被譽為熱門選秀的首輪人選的他 最後在選擇進入LSU就讀 三點大學打出了57發拳一打 打擊三位高達346 甚至跟直逼457的高垂准 除了有了頂尖康典能力 身材優異也有plus級別的power 加上運動能力優異 速度是遠高於平均 甚至有著優異的手臂弱點判斷能力 因此球探大多判斷他可以留在中外眼 作為5拍子的好手 目前弱點是面對變速球沒有太好的招加能力 另外雖然速度快可是卻沒有太好的跑雷試圖能力 所以倒雷不多 只為他在打擊區會想做太多的事情 雖然沒有設定比賽2位的能力 簡而言之就是球傷還不夠高 被比喻為擁有Le McHugh的打擊 和Breakman的力量 天花板是Freddy Freeman 其實在1A層級應該不會是他的考驗 但未來在2A之後能不能順利通關 才會是他未來能到躲高的最大考驗 第二位同樣來自LSU 同樣有機會衝擊中環位置 但是目前比較多Mark Drive是落在第二順位 同樣也是本屆選秀被評為最佳投手Opposkins 有趣的是大一大學生涯是在空軍學校度過 只要大三才進入LSU的異級賽場 而且馬上拿下LSU年度最佳球員獎項 事實上他不是只是一位有實力的投手 同時也是一個有長達實力的大陣 兩年空軍學校生涯總共翹球24發的權力打 打擊三位也有346的高水準 只在大三的時候 在LSU沒有任何打擊上場的紀錄了 投球被譽為是Steven Straussberger 後最具有天賦的投手 大三這一年他標出了連線群雄167次三陣 K9016.6和WHIP只有0.79都是該分區第一名的水準 這一年的成長最多的就是他的訴求 從原本93到95mph 一口氣要進到均速98mph 最快可以到102mph的火球等級 這樣建立角度尿磚可以說是非常難打 此外滑球也在LSU投手的教練改造下 變成一顆85-89mph 而且變換幅度誇張大 轉速高達2900轉 甚至可以當成Sweeper幅度的滑球 但知道大量灰空的球爐 另外還有一顆88-93mph的變速球 也可以作為武器使用 高達身材和優異的運動能力 讓他投球機制穩定 優異的Deliver讓他可以穩穩的把球投進好球袋 天花板自然是當年的天賺消失 農場仙秀作家Kisslow 更是看好他有成為這一屆狀元的能力 但是還是預測他最後應該會在第二順位 才被國民帶走成為忠實接班人 第三位是這次選秀順位前三順位熱門的大學 YS1 Lanford 來自Fordida州立大學的他 高中是37運動員 大學才進行專心走棒球這條路 但是大1上場機會變不多 只要大2才開始活躍的上場機會 而且一局打出好成績 這年打出268拳力打並列隊時 單擊拳力打王 打擊三魂也高達347 那今年在選球上有更進一步的成長 除了保送比賽很多 上累率也突破了無稱大關 也證明自己擺脫了年初的高管手術狀況 優異的揮棒機制 在打擊卻有很好的approach 這也是他能保送比賽更多的關鍵 本身身材條件好強大的肌肉 讓他有很好的打擊爆發力 並且速度遠能高於平均的跑者 同樣也會是一個五拍子的好手 高中是捕手暗身的一手 但是上大學之後才轉換外野發展 去年在左外野 今年更開始擔槓擊中外野 同樣也是可以作為 熱門狀元人選之一 目前雖然臂力並不出身 但是肌肉棒子的他 未來要長出好的臂力 只要讓他慢慢適應外野 應該是不會太難 要說天花板 可以內野外野的他 被球藤兵幣為Marcus Samuel 基斯洛表示 如果不是百孩今年 這傢伙就是選秀狀元了 第四位 終於來到了本屆最被看好的高中生 事實上他和下一位要介紹高中生 兩人都是本屆最被看好的兩位高中生 但是來自北卡 歐昆傑克斯在近期盛世看著 從高一球季後 Jakenspecial矚目的他 早上就入選U-SPA國家隊 可以在外野和遊擊的他 在高一傳球臂力 就有93mph的外野長傳實力 在內野也有很好的傳球精準度 加上動作流暢 讓他手背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高一擊球出速就已經來到91mph 現在已經到了97mph 也說明了他打擊力量 加上揮棒速度和技巧都不錯 也讓他打擊力被受看好 高三這年有高達4×80的打擊率 也讓他越來越被看好喔 那矯程雖然不是初中 但也有平均到平均之上的水準 如果要說他的風險 目前已經獲得北卡大學的邀請 那如果選秀上順位或者是簽約金不滿意 他也有可能放棄並且去修讀大學 這也會是這次選秀選擇他的另外一個風險 第五位同樣也是高中生 而且又是原話野所 來自印那州的Max Clark 也是2002年Brown Burlington之後 印第安那州最好的一位新秀 雖然他很難跟這次幾位大學菜鳥比拼前幾順位 但優異的Mega和適應能力加 加上本身運動條件出眾 也讓他備受好評 U18賽事對上加拿大敲出關鍵拳打 金牌賽事對上台灣敲出單場三安打 而且有4個兔偶 至少是Plus等級 甚至有些球團認為他的打擊可以到Plus等級 目前揮棒速度技巧和打擊區的approach都很不錯 但沒有太刻意把打擊央角提升 未來如果成長後扣的揮棒速度 應該可以轉換成20後的打者 速度也是Plus等級 也讓他在壘上和手臂上都有很不錯的優勢 尤其是判斷弱點能力加強加上臂力出色 目前我也常常可以達到92mph的速度 加上站上投手球可以標出97mph的球數 都是他的手臂上的優勢 本季打擊率有6x46 高中三年也有5x51的打擊率 擊球速度可以達102mph 雖然近期在選球順位上預測被許多球員超車 但他能就是可以成為前五順位的重點球員 最後一位要介紹的是另外一位被受好評的大學投手 來自田達西州立大學的Chess Dullender 高三時起球的1RA 僅僅只有0.79 單期三陣71次的好表現 大後更是連續兩年球技都破143陣 並且去年讀下東南聯盟最佳投手的獎項 武器是平均95-97mph 最快可以到99mph的速球 第二球總是均速85mph左右的 最快可以到91mph的滑球 變化幅度可以是高於平均的等級 另外還有一個大幅度變化的 極速mph左右曲球 和接近90mph左右的變速球 但這兩顆球路穩定性都還不足以成為武器 可以輕鬆重複自己的delivery 但是控球和comment只有平均左右 好消息是他運動能力和高大的身材 可以看到未來的球數還有進步的空間 有些球攤看好他的天花板可以摸到 Jaco Dekron的等級 但是前提是他的球數還要再提升2-3mph才行 也是因為他目前第三球路和球數都還需要再加強 所以目前選修順位只是被看好 落在前十順位而已 最後讓我們簡單看一下這次公共給出來的最新Mark Drive 選擇上我這次介紹的6位球員都落在預測前十順位中 甚至前五位就是目前預測前五順位 但是畢竟這些都只是提供給球迷看的娛樂性質版本 事實上每個球團都有自己的評估模組 球團對於每個球員的看法也各有不同 加上我前面有提到的Drive Bonus Pool 怎麼分配也會影響各個球團的選秀策略 因此這些模擬都只能當成一個參考 最後講若誰家都還很難說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MLB選秀的介紹 不知道你們期待這些被譽為下一個Freeman Strasburg 和DeGrom的未來性嗎 或者你們有沒有其他我沒有介紹的新秀 但是更加期待的呢 會有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另外如果還沒有參加這次的破萬抽獎活動的朋友 也要記得趕快去參加 才不會錯過這次的抽球衣大獎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要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最新影片喔 我是指風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